加上前面的YouTube频道收入与业配收入 莫彩希平均的月收入约为台币 好的我们开始吧 首先来看莫彩希的YouTube频道 目前为止共有124万人订阅 平均每周更新一部影片 主题多为美国人体验台湾文化 透过专业统计网站发现 每个月大约有461万点月流量 而现今台湾YouTube频道里 实力强大的YouTuber 可以透过每1000次观看 赚取2美金的广告收入 所以换算下来 莫彩希与她的先生Adam 每个月在YouTube上大约可赚到 9220元美金 相当于台币258160元左右 此外莫彩希在YouTube频道上 还开启了付费会员的功能 初步估算 每个月也为莫彩希带来13万的收入 不过除了YouTube上的收入 莫彩希每个月大约会有一个业配合作影片 目前的市场行情 大咖的YouTuber借一支业配影片 能得到约2倍的YouTube频道收入 因此每个月额外能赚到台币 约516320元的业配收入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在2020年9月3日 莫彩希与老公Adam 在知名线上学习平台 哈哈推出了线上英语学习课程 课程费用是1人1900元 目前总共有24431位学员购买 当时曾创下刚预售5天即赚到500万 开课30天即赚到4000万台币的收入 截至目前为止 扣除与合作平台的拆分 保守估计 莫彩希的英语线上课程 已为他带来约台币3000万的收入 因此我们将这3000万平均分配到每个月的收入中 开课至今莫彩希每个月可以得到约427万台币的课程收入 加上前面的YouTube频道收入与业配收入 莫彩希平均的月收入约为台币517万元 大家一定很好奇 莫彩希究竟是何方神圣? 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拍YouTube影片赚钱呢? 出生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的莫彩希 英文全名是Haley Jane Richards 是一位魔门教徒 在2016年时只有19岁的他来台传教 当时爱上台湾的他开始自学中文 并在美国犹他州就读洋白汉大学时 进入中文系学习 于2018年6月30日 莫彩希上传了自己频道中的第一部全中文影片 片名叫做跟着美国人一起放暑假 后来到了中国上海实习 也陆续上传了在上海的生活记录 这期间的影片并未受到广大的欢迎 但已逐渐累积了些许的粉丝支持 一直到2019年3月16号 莫彩希上传了一部名为《台湾Vlog1》 《落跑中国》 急着离开中国大陆去台湾的影片 开始受到广大的台湾观众热烈回响 影片内容主要讲述对于上海的实习工作感到失望 因此想来到台湾转换心情 之后开始在台湾拍摄一系列体验影片 像是体验台湾美法、台湾早餐、台湾素食、台湾景点等等 但真正让他尝到爆红滋味的影片 却是在回美国之后拍的影片 一部名为《美国人不喜欢美国的7-11》 美国7-11完全不能跟台湾7-11比 这部影片在一个礼拜内冲到了150万点阅 并为莫彩希带来了数万订阅 同时莫彩希也发挥了打铁趁热的精神 与在美国的亲朋好友合拍的一系列体验台湾饮料与零食、美食等影片主题 都得到了许多台湾观众的喜爱 有人开玩笑说莫彩希爱台湾是看准台湾人的自卑心态 但莫彩希透过影片告诉大家 她是真诚地爱上这块充满人情味的土地 也在最近取得了台湾的就业金卡 准备向世界宣传台湾 总结莫彩希的YouTube频道 她透过影片真诚地与台湾观众互动 并一步一脚印地体验台湾的风土民情 再搭配活泼大方的人设 以身为美国人的背景 成功地打动了台湾观众的心 但在这里小铃想问问大家 如果是你 你愿意购买莫彩希的课程吗 你会愿意花1900元来跟莫彩希献上选英文吗 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 接下来则是三元Japan 你或许有听过这句开场白 没错 她就是三元 本名三元会晤的她 目前频道有137万人订阅 是最早在台湾拍摄YouTube影片的日本人之一 每个礼拜发布三到四部影片 每个月约有376万的点阅流量 频道的目标是前进小巨蛋开演唱会 并搭起台日友好的桥梁 影片主题多以日本人体验台湾美食与文化为主 依照刚刚的流量换算模式 三元的频道一个月大约在YouTube上赚到台币21万 加上开启YouTube付费会员的每月收入大约是台币7万2千元 月收入共计约台币28万2千元 由于三元的频道比较少接业配 所以这里就不列入计算 三元Japan目前频道成员共有三元 变态先生June奖 朱朱 可爱大卫王Mana LinLin Sato奖 但其实之前也有一些成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了 像是大高人Tommy 和佑君 三元在经营YouTube上其实历经了许多的风波 像之前常被网友讨论的 在中国说爱中国 在台湾说爱台湾等等 但凭着网红经纪公司的公关手法 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 而三元则在访谈中谈到 这些批评的声浪都是让他进步的动力 他会继续努力变得更好 此外三元擅长和其他领域的YouTuber合作 甚至连总统蔡英文都曾经与他拍摄过影片 从这里就可得知 先前的负面风评并没有对三元造成太大的影响 总结三元Japan 虽然是一位有争议性的YouTuber 但透过不断与其他领域的网红合作 将自身影响力扩大 并能迅速结合时下热门话题拍摄成影片 替自己增加声量 看到这里小铃想问问大家 你看过三元Japan的影片吗 你喜不喜欢他的影片呢 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 告诉我你的看法哦 第三位则是 相信大家对这个YouTuber应该不陌生吧 没错 他是来自法国的酷的梦 他的频道目前有109万人订阅 影片主题是邀请各国朋友体验台湾文化 影片更新速度大约是一周更新一次 但也是目前台湾外国YouTuber中 制作最精致用心的 从数据中显示 酷的频道每个月约有304万的流量点阅 换算后 每个月大约是台币17万左右 在业配方面 酷大约两个月排一支业配影片 一支业配大约能赚到台币34万元 平均下来一个月的总收入大约是台币34万元 起初酷是在韩国当交换学生念大学 过去曾短暂在台湾饭店实习 在韩国生活的期间 酷开始拍影片 但觉得自己一直难以融入韩国文化 最后决定毕业后来台发展 而第一部让酷爆红的影片 是他在2018年6月30日上传的影片 影片名称叫做《为什么我从韩国搬回来台湾》 里面分享了台韩文化的不同 而酷认为台湾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让他深深 而这影片也迅速获得了观众们的爱戴 几天后马上获得了破百万的观看次数 而根据调查 酷也是目前在台湾最深受女性观众喜爱的外国YouTuber 现在的酷已经是一位丞翰赛德克巴莱导演 韦德胜拍过YouTube影片 常常观看数破百万的高人气YouTuber了 最近他还决定要大方捐赠50万台币 给有理想的台湾人到法国圆梦 此举更获得了一致好评 接下来的这位是 金针菇的频道目前约有86万5000人订阅 每月平均观看数约在225万次左右 经过换算 大约每个月能赚到台币12万6千元 在业配方面 金针菇一个月大约接两个业配 每个月约有台币50万的收入 总计金针菇一个月的收入约是台币62万6千元 为什么频道的名称叫韩勾金针菇呢 他说因为自己名字的韩语发音 和中文发音金针菇很像 想让大家印象深刻 所以就这么做了 毕业于台大中文系的他 有着流利的中文 在2020年时发布了一部名为 《脱北费用多少钱》 脱北后却对韩国失望 北韩人的脱北故事 北韩系列1 开始迅速在网路上爆红 影片中真实访谈脱北者 但透过轻松的语调 让大家了解脱北者的真实经历 获得台湾观众们的青睐 此后 每部影片的观看数一直稳定上升 订阅数也快速成长到了86万 然而最近的金针菇 却因为一支介绍宜兰特色老店的影片中 说出了宜兰是台北的后花园这句话 引起了许多当地的观众不满 而他也迅速将这部影片下架 重新修改后再上传 但是近期观众们认为 他的影片业配频率过多 而这或许是金针菇在今年必须面对的挑战 小铃想问问大家 你对于这些爱台湾的YouTuber们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A.很喜欢 会一直看他们的影片 B.觉得他们爱台湾的行为有点虚假 不会想看 C.看情况 挑自己喜欢的影片主题类型来看 D.其他 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喔!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请在影片底下按个赞 旁边有最新的YouTuber海洋榜影片赶快去点来看看喔! 记得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铃Lins Live 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啰!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这里是小铃Lins Live 我们下部影片不见不散啰! 拜拜!